我没想到你用这个东西来卷菜吃 葫芦的玉米籽 包裹 对对 熬汤 要吃饭呢 吃饭啊 看财忙了 这叫帮忙呢 我就说刚才坐这的人不是你 可以卷菜 可以卷菜 这个不叫落馍 这个是油馍 油馍 油馍是吧 我在这附近主任的 他在这赶时间长了 一来一来二十年了 也可以卷肉也可以卷食材 哎呦 这个都说没点啥都能卷 剥的跟厚的一个价吗 对 对 哎 我说这时间关系 要是一样的干 我们四点 就是你得说我要是卷的和就着吃的 以后你给我选薄厚 那这个玻璃子才会满满 满满满满 这是薄的 关于这厚的我没想到 你们这东西来卷菜吃 还是发面油馍 还是发面油馍 卷的菜是吧 这是公衣吃法是吧 对对对 按道理咱都是薄薄的落馍 你知道我说的 那种薄薄的落馍是吃烤鸭那种薄薄的 哎哎哎哎 那种它不是这种落的肉 我们这都是他们现成的这种 直接红衣吃红衣的 这个好像有点发面的那种油馍 就是厚一点 那边会比较薄的 金一点 如果说这个馍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馍 那么这个菜 也跟咱常吃的菜呀 不尽相同 Q两条柳热板 梁潮热板 QQQQ QQQ QQQQ 这个是奶块式 这都可以卷到落寞里 都可以 你们给咱们弄弄了多久了 18年了 18年了 人家这个菜呀都是现做的 下午6点开门 这菜呀已经马放到台前面了 如果你想吃小炒也是没问题的 回锅肉 羊肉 牛肉也都是现成先做 但是价格就要高了不少了 胡萝拉的鸡丁是15块钱一份 其他的都是10元一份 菜呢可以随便搭配 就算一个人来吃啊 吃不完一盘菜 没关系啊 人家半份也卖给你6块钱 这是我见过今天喝汤最小的碗了 那个就是大碗 看见没 谁家用捞面条的碗成汤了是吧 捞面条咱这是不是也用这碗 对 全块那碎碗喝 所以说碗大小都无所谓了是吧 2块钱 一个人11克 玉米丝 这不应该咱在那喝的是玉米丝是吧 打碎的 对 玉米丝是打碎的 不论玉米籽 包裹 包裹 对 是熬汤 对了熬汤 这样卖人 现在也很少吃了 家里边也很少吃 就是这种都是 同意的老吃法 就是小时候吃这种东西 给我整迷了之后 我发现我没有来过公益 哈哈哈哈 公益落寞卷菜摩菜大事就是吧 对对对 回锅肉 回锅肉 辣子鸡丁 再带一个素心 素心 就这个菜我跟你说 点击率老高了10块钱一盘 100块钱 160块钱 四个菜 是不是 两个凉菜 再带个辣子鸡丁 50块钱 被内四个人管保 是不是你晚上饭是吧 你 关键是他家住不开门啊 关键 就因为这东西 咱们平常给家里就着吃的 谁卷饼啊 小的时候吃回老家 那奥子烙出来的感觉 一模一样 就多家常味道 关键这东西也就10块钱一份 味道太适合了 辣子鸡丁15块钱 这份量 跟那种川菜炒那种 回锅肉感觉不一样 它是煸炒型的 它这个直接就是过油 翻炒 煸炒 好香 你们这碗汤 感觉一盛味也可满啊 我还可以带一个 我说我盛了半碗 我感觉喝不完 你们都盛大碗 姐说你可以再盛了 好喝 这行我带油 二三十年没喝过了 葱油饼是真的香 单吃夹菜都是不错的选择 关键人家这个菜呀 是真的不采雷 价格实惠 新鲜亮度确实没得说 单锅小炒啊 确实要比大锅出的菜 味道更惊艳 回锅肉是焦香可口 烧羊肉是软烂如味 问题是人家价格真心是实胜 啥时候来拱益了 不妨来这试试看 像门 咖啡